近年来,一群形如蜥蜴的外星人入侵了地球 他们把地球变成炼狱,把人类变成奴隶 一时间生灵土炭,哀哄遍野 他们毁灭人类的历史文明 在埃弗尔铁塔上挂满人类尸体 他们建造基地,把少女当成孵化外星幼虫的工具 与此同时,他们还不停地往大气中排放甲烷 想把地球改造成适宜他们居住的环境 人类逐渐无法呼吸,自然灾害席卷而来 海平面上升,森林大火,人类在接连的打击下苟延残喘 有幸存者试图反击 但更可怕的是,蜥蜴人拥有心灵控制的能力 只要与他们的眼神对视 无论什么生物,最后都会被洗脑 于是,人类研发了一种叫脑锁的高科技装备 来抵挡蜴人的精神攻击 可由于资源有限,能造出的设备没有多少 幸存军队的首领找到一名武器专家 向他寻求更多脑锁和炸弹 专家表示,脑锁可以给 但炸弹不行 原来这名专家在末日之前是一名变态纵火犯 因为蜥蜴人的到来 他得意从监狱出来,发挥自己的特长 他说用炸弹搞破坏是他唯一的乐趣 如果幸存军队想让他交出炸弹 就必须拿活人来换 因为他打算把活人当成攻击蜥蜴的诱饵 副手气得不行 当场就想崩了专家 首领阻止了他 虽然以人命换武器是件道德沦丧的事 但在如今的世道下 道德已经不能当饭吃了 于是在一阵搜索后 首领让一名幸存者绑上炸弹 在专家的引领下搞起了自杀袭击 这一群残暴嗜血的蜥蜴人 他们大肆屠杀,奴役人类 尽管如此 还是有不少幸存者在赋予顽抗 为了劝降他们 蜥蜴人抓来一个政客 经过一番洗脑操作后 政客已经完全成了傀儡 他在蜥蜴小队的保护下 在街道上疯狂演讲 承诺蜴人会给人类保留一个居住地 这时之前绑上炸弹的幸存者走上前 表示自己愿意去 蜥蜴人一眼就识破了计谋 直接开枪打爆了他 但这一下 他们也正好踩中陷阱 武器专家楼上一按按钮 炸弹崩裂 蜥蜴小队直接灰飞烟灭 幸存者们高兴不已 这是人类第一次成功的反击 虽然很微小 但也足以带来希望 可另一边 蜥蜴人也不是吃素的货 见人类敢反抗 他们就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击 让人类为自己仅有的一次微小胜利 付出了惨痛代价 首领焦急地在战地医院里穿梭着 伤亡的战士比比皆是 有的伤者身体里浮起黑色液体 那是外星人的生化武器 首领一脸震惊 他明白这场战役 人类凶多吉少 但这时后方传来消息 有战士在蜥蜴人的基地外 找到一名幸存者阿黑 他被蜥蜴人改造成了 半人半机械的状态 整个人虚弱不堪 有战士很害怕 想一枪干掉这个异类 首领阻止了他 并让人给阿黑带了饭 因为据说 凡是能从外星人实验中活下来的人 必定有超凡的能力 于是在之后的训练中 首领一直派人与阿黑沟通 一来二去 大家发现 这个阿黑似乎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首领满怀希望 他觉得或许战局逆转的时刻就要到了 拥有预知未来能力的黑哥 得到了队长重视 在他的帮助下 人类军队的优势逐渐体现出来 这天首领亲自带人出征 他们打下了一台飞船 一只蜥蜴人从损毁的飞船中逃跑 首领带人追击 并提醒大家 不要与蜥蜴人眼神对视 一阵枪铃弹雨后 蜥蜴人被逼到穷途末路 但这时他突发大招 一阵声波震飞了一名队员 队员的脑索脱落 蜥蜴人与他进行对视 一瞬间队员被控制了 首领等人大声呼唤他 但他都没有反应 只见他举起枪 开始攻击队友 首领没办法 只好下令射杀了他 此时蜥蜴人仓皇逃跑 但很快也给中了一枪 他被制服在地 首领让人把他的头砍了下来 而这次 人类终于获得了首杀 这是2017年的一部 科幻恐怖短片《拉卡》 出自第九区的导演之手 虽然全片只有短短20分钟 却展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世界观 片中蜥蜴人对人类的迫害奴役 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改造 其实都在暗讽当代人类社会存在的 政治迫害 生态破坏等问题 除此之外 片中人类在漠视环境下的丛林法则 以及文明之间的弱肉强食 也进一步体现了物竞天择 逝者生存的黑暗道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